記者在WHO門口遭主黨不得其門而入 原因竟然是中國要求 臺灣人必須帶臺胞證 中國還聯合巴基斯坦反對 讓臺灣無緣參加今年世衛大會 WHO秘書長譚德塞 前一天被臺灣團體追問 則頻頻甩鍋 譚德塞面對新北市議員陳乃瑜 在日內瓦街上追問 臺灣為何沒受邀 參加WHO 譚德塞被問得尷尬 急忙推給所有會員 原本是世界衛生組織 為健康而走的活動 300多名臺灣人隊伍 有人手裡還拿著臺灣黑熊玩偶 在路上巧遇譚德塞 當然得問得清楚 臺灣七年沒禁WHO的原因 譚德塞拉所有會員下水 外交部長吳釗燮完全無法接受 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憲章 所有的國家所有的人民都應該享受到最高程度的健康的照護 所以這個是我們臺灣人民的權益 為什麼要給其他的國家去做決定 這個時候是經由這個WHO的幹事長的邀請 並沒有通過所有的會員的投票 真相是臺灣壓根沒收到WHO的邀請函 連續七年沒有受邀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譚德塞拒絕承認真相 卻讓臺灣議題每年都受到關注 三天熊哥這缸陳燕豪台北超島